中国历史上唯一正式列入王朝军队编制的女将是谁 她一生辅佐大明王朝四代皇帝 为大明江山立下汉马功劳 她就是历史上唯一被封侯的女将秦良玉 此女身高1米86 英姿萨爽 她的武器鸳鸯双剑重打80剑 足以比肩关羽的青龙掩跃刀 她手下的百杆兵威震天下 就连皇太极都不是其对手 以至于大明王朝为她单独列转 谁说女子不如难说的就是她 天启七年 明熙宗驾崩 倒霉的崇祯皇帝登基 清军趁大明内由外患之际攻入通州 眼看就要打到京师 此时 55岁的秦良玉帅百杆军迎战清军 他拿出自己的全部家产作为君相 杀得清军片甲不留 保全了大明京师 崇祯帝文殉后大喜 亲笔遇刺了他四首诗 鸳鸯秀礼卧兵符 将军何必是丈夫 十年之后 李自成入主京城 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彻底倒塌 唯独秦良玉驻守的石柱县屹立不到 张献忠打下了整个川鼠 就是攻不破石柱 到死都没能赢过以免于古兮的秦良玉 清军一直等到75岁的秦良玉去世 才真正接管石柱 在战乱纷飞的明末 秦良玉简直就是火种一般的存在 勇马一生 妥妥的大爽闻女主 你敢信 这样战功赫赫的女将 居然出生于书香史家 秦良玉的父亲并非武将 而是一个隐居的书生 他不仅教诲秦良玉四书五经 试词歌赋 还教他兵法 剑术和骑射 实在是个有大局观的父亲